我自己極度之喜歡製作甜品 其實一直都很想去法國 去讀一個高規格的Pay Street course 但是我又沒有時間 真的可以離開香港一年 因為自己有家庭 有工作 後來我知道香港原來都有這個 course 可以讀 那我就立刻很開心 立刻去了解 其實在職場上仍然意義做都二十多年了 亞洲、歐洲周圍飛 即是坐飛機多於坐巴士 一直都思考著未來的專業路線要怎麼走 其實從小到大我都很喜歡製作食 想挑戰一下自己讀一些比較專業的課程 但是一想到要去到外國讀 然後製作食後又不知跟誰分享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很失落 而且會覺得很孤單 Tank Gas 就有一個專業的法國廚藝課程 每一道菜又有什麼元素去做 譬如要有軟、有硬、有困住、有甜、有酸 全部都會講解 除了設計每一道菜之外 一個套餐有五個範圍 你要想起如何配合下一個範圍 每一道菜怎樣可以跟下一個菜有相比 這些全部都是要一個很正式 很正式去學師妹知道的知識 而不是書本可以學到回來的東西 這個課程對我來說 學到最多的東西 就是因為我們的廚師 是一個很高規格的廚師 他教我們的所有甜品 都是他這麼多年來 在酒店或裡面的一些很棒的材料 我覺得這些小秘鐵是很重要的 是他經歷了這麼多年的經驗 去濃縮教我們的一些技巧 我除了學到專業的翻譯技巧之外 上課的時候也融入到管理的要素 例如團隊協助、溝通、資源管理等等 我讀完這個課程 最大的得罪是可以認識一群 喜歡煮東西吃的朋友 而且接觸多了很多升級的名廚 讀完這個專業的課程 接觸了很多專業的廚師 然後也有機會去跟不同的媒體合作 這些我覺得是我之前 未讀SCOGIA之前 不會想到有幾乎可以接觸到的 當你有 passion 去讀這個課程 經過一個專業的訓練的時候 原來有很多不可能的事 都發生在我人生裡面 未讀這個課程之前 我沒有想過我可以做到 去接一些例如 catering 又或者一些 function 的事去做 如果你說有甚麼轉變 就是之前沒有想過會開一間餐廳 現在真的自己有信心 因為有了這些 knowledge 去開一間餐廳 這個課程幫我開拓了另一個專業領域 現在我們用烹飲技巧 去參加社區的工作 我的收穫遠遠比我付出更多 原來我在學到一些很基本的東西裡面 就可以找到一些我自己個人的特色 那我希望將來 我可以將我個人的特色 跟所有的人 無論我認識還是不認識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去分享我煮食的心得 在讀完這個課程裡面 我都跟很多不同的專業的廚師 米芝蓮的名廚也合作 這個也是我覺得 我讀完SCOFIA之後 給了我很大的得著 餐廳為了SCOFIA的課程 專業打造了一個新的廚房 裡面有很多新的裝備 我們未見過、未用過 所以相對來說 是非常有興趣去參加這個職業的課程 每次看到這張圖 我都會想起每一次上課 我們就好像在一間米芝蓮的餐廳工作一樣 所以這張圖其實是很寶貴的 但不知是很寶貴的 但不知是很寶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